嗨,你好,我是Isaac 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 喂,说人话 欢迎回来,我是小芬 我是正风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为什么道歉就这么难,这么难 为什么那么难 我想熟悉我们的听众 应该都知道 我们这一两天呢 就自己手养嘛 要去评论人家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又卷入了一个 小风波啦,算小风波嘛 算大吧 反正一天大家都知道整件事情 你很夸张啦 你的大家 你不能够以为我们的 这个同温层媒体圈里面的人 就是全世界好吗 中温,中事件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啦 反正你们要把事情先讲一遍 不然听众听得补萨萨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 好,我现在正要讲嘛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啦 就是我有一天早上起床啊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同行 也是做自媒体的 隔壁台隔壁台 那他们叫做goodshow啦 然后呢,goodshow呢 他们就做了一集关于这个跨性别的议题嘛 他们就访问了一个跨性别者 然后呢 在那个timedale上面 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YouTube的画面上面的 他就写着变性人三个字 对,后来我就想说 不管是自媒体人或是传统媒体人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敏感度 知道这三个字已经是不合时宜了 现在大家都是应该用跨性别嘛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OK 然后我就有传给正风 然后正风就很仔细的去听了这一集节目 好,那接下来正风讲 我没有很仔细 OK,我是在健身房的时候 很坚持说自己没有很仔细 我大概听了五分钟 我就没有办法听下去 我就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男主持人 他就问那个跨性别者 你的胸部有多大 然后那个当然他就回应 他说你可以用你的手来摸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要去问他的胸部有多大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不要再问其他问题 你的羊具有多大 但你屁股有多大 我觉得一个节目不应该是这样的 好了,那我就听了 我就很生气 我们爱适有留言 我也有留言 我的立场很简单就是 他不是那个立场的问题 他是在于词句 你对议题上到底了不了解 用词潜质很不政治正确 而且它会造成去加强了 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然后他也会让这个LGBT族群 在看的时候 就是整个节目里面的一些的表达 会让大家觉得被冒犯 重点来了 就是那个男主持人 说的,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留了一段话 称呼我们为道德老师 什么中文老师 然后我就在下面留言了 他就算你说 你是这个媒体老师 华文老师 道德老师 然后突然间我们的龙文明就出来了 他就跟我讨论了一番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 见面交流来解除我的疑虑 然后爱谁就为了挺我 然后又来一波的 其实基本上我就想说 你就俗辣了 你不想再跟他讨论了 因为没有意义 就觉得没有交集 但是我是有一点点不想说 那个讨论就是很像没有把我们 真正想表达的这个意思说清楚 所以我就回复 我就说 其实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功课 大家都是有眼睛看的 观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那其实这个议题 特别是关于跨性别 他们是长期被歧视 以及被打压的 所以我们在做关于 他们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的谨慎跟小心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而且当别人给你们意见的时候 你们就很情绪化的去表达说 虽然别人说是道德老师 中文老师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 整个的节目未来的 这个走向以及贡献力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我们自己也曾经跌倒 我们自己曾经也被人家批评 或指教 那如果有错 你就认错 你就道歉就好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觉得你没错 那你就是无则加免的心态就好了 对不对 我就觉得他们后来的回应 就会变成说 他会去曲解我们的意思 我就觉得那个讨论 已经不在点上了 就没有交集 根本就没有针对事情在讨论 然后就看龙虎命 不只跟我们 他就跟所有批评 他们的人一直不断在上面吵架 我就会觉得说 真的道歉有这么难吗 为什么 我想要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 不管是大马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从某电台出来的这些网红主持人们 他们只要遇到有争议的事情 然后别人指出他们错误的时候 他们就是打死都不能够道歉 而且很会狡辩 对 你知道他那个男主持人叫依依啦 然后他竟然说出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让我真的是跌破眼睛 他说这只是一个聊天节目 RELAX 不是深度的专访 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啊 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访问的话 我相信到时候很多人会说 太震惊 太BORING了 哇 我真的是这样子的说法都可以哦 我真的是败给这些主持人 这些新一代的主持人 我知道你们喜欢 以比较短 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眼球 希望吸引大家年轻的一群来点进去看 可是你们在讨论的这个议题 它是非常heavy的 我不能说严肃 可是它就是一个 大家需要重视的一个课题 大马的跨性别者 很多人对于他的一个prejudice 对他的一个偏见 我希望你们的这个访问当中呢 有带出一些正面的意义 一些教育性的一些意义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跨性别者 他们其实兴趣向上是什么 然后他们怎么去争取 做自己 怎么去抗争这件事情 而不是就是用这种 我们只是在聊天 我们的用词 潜似 就是用我们跟普罗大众一样的用法 来接近大家 来接地气 我觉得你们怎么样都是一个主持人 那既然你们有两万多 什么的subscriber 那你们就要负担得起这个责任 即便你是轻松的谈话节目 那你也应该要做功课跟做准备 所以我想要说清楚 所谓做功课做准备 就是说你要至少对于LGBT 或者跨性别的这个团体 什么是性向 什么是性别 这些概念你要先清楚 你才来做这个节目 我会觉得有点太心急 想要这个节目很快爆 很快红 所以就小孩玩大刀啦 就是在做一些他们很不熟悉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出事了 所以今天就很多人批评他们 但是所以我们讲的所谓的做功课 今天你看到桃子也好 或者是你看到百灵果也好 虽然他们都可以 哇很像侃侃而谈 然后很轻松很放松的聊天 但是殊不知他们是在背后 做了很多的功课 做了大量的阅读 才能够轻松的聊天 OK再来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argument 就是说我们跟这个来宾很熟啊 我们平常讲话更三八了 他在节目当中没有被我们冒犯啊 我们在节目里面 其实已经都是你知道 就是很稀松平常了 就是我们平常讲话的那个样子了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不能够说 我们平常私底下怎么样 那我在公共平台谈话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做自己 但如果我今天 我可以把我房间里面做的事情 搬上公共平台的话 那我会选择OnlyFans啦 不是YouTube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你平常可以跟你的朋友闹 你可以很政治不正确 去讲他酸他 说你的奶很大 还是说那你下面有没有被割掉啊 你平常讲话是可以 但是当你今天是来到了一个 大众的自媒体平台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要顾及到 观众的感受的 你不能说来宾他都没有觉得被冒犯 那就OK了 这Long Ming的其中一个Argument 就是说来宾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就是自媒体 就可以不顾所有其他观众的感受 那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吗 观众就会觉得说 好啊 那你不顾及我的感受 那我以后就不要看你啊 但最吊诡的就是 不顾及观众的感受 很像会涌进更多的观众来看热闹 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 这也是一种流量 I don't know啦 就是长期都不顾及观众的感受的话 那你真的不会流失观众吗 我打一个问号 我觉得不是 OK 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先不讲要不要做功课 我觉得从那个男主持人讲话的方式 代表说其实你到底平时有没有阅读的能力 就是你用那边这边下面 他有阅读的能力 他有没有阅读的习惯 我觉得能力跟习惯都没有 因为你平时讲话 你好狠 就不会用说那边这边你下面 你知道吗 这个就好像那种三岁小孩在讲话 这样说你那边很大这种 一个大学生你在韩星 搞不好三岁小孩都不会这样 你在韩星念书 一个传播的学校 你竟然用这种字眼 然后你却跟我讲说 因为是朋友在聊天 整支影片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懂这支影片 我们要找谁负责 我们去韩星问 我们没有负责内容 Oh my God 我不懂谁是制作人 我不懂谁是编辑 我不懂谁是摄影 现在有问题了 我们的龙文敏大姐就开始讲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啦 龙文敏作为一个 我们认为媒体界的大姐 用这种语气来跟网友讲话 做到一个这样烂的节目 然后跟我们讲说不可以这样 马来西亚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对跨性别者有很大的刻板影响 媒体人就应该需要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不是 我们继续讲说 变性人 什么叫变性人 重点是那一个跨性别者 他并没有变性 他只是在心理上的认同 不一样而已 所以整个节目最大的问题就是 整个节目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制作 没有很好的顾虑观众的感受 当然他们就会讲说 你可以不要看 他不是要不要看的问题 他是你作为一个媒体 你作为一个自媒体 你把影片放上YouTube 我们就可以去质疑 你的功课没有做好 你为什么问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他一直强调讲说 你要举例 我哪里没有功课 没有做好 很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有脑袋 一个有性别意识的人 你就不会用变性人 当你的男主持人 一直在用那边这边你下面的时候 你要去制止 你没有 你龙文明作为一个大学姐 没有去制止这件事情 他让更多刻板印象去衍生 我想问 如果今天一个12岁的小朋友看到 他去跟他的父母亲 他回到家 他问他的妈妈 妈 你哪有多大 那我想问 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是小事 我们可以教育 可是我想问如果有一百个人看到 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这种媒体不用负责 我们就让整件事情继续发酵 然后他就继续在留言呛我们 我觉得这个就是媒体工作者 或者是自媒体人 他需要有一些伦理 他需要有一些道德的存在 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做 有些东西不可以做 如果你觉得他只是朋友的talk 你就放在你的IG 你就不要放在goodshow 因为goodshow 他上面还有一个学校的名字 除非韩兴可以跟我们所有人讲说 ok goodshow不管我们的事情 那我们只追究于goodshow 但是问题今天是 从官方的网页 从名片 从所有资料 显示他跟学校是有关系的 所以拜托 媒体学校是不是应该要负起一些责任 是不是需要来做一些事情 我作为校友 我都觉得好丢脸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让我们心目中非常棒的 隆文明学姐去处理整件事情 那他要不要出来讲一讲 到底他要怎么处理 还是他下一支影片他 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ok如果他下一支影片他聊LGBT 他请一个男同志来 他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吗 诶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刻板印象 大家也不要去追究 就是做一些有流量 但是没有办法影响社会的影片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在说教案 应该会吧 对应该会 尤其是看GOOD SHOW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小朋友 ok我必须说 我觉得 我们心里是正在说教案 其实我们真的是 不是为了要去苛责大家 不是为了要去批评大家 我们只是希望说能够指出有错误的地方 大家一起进步 一起改进 我们也欢迎大家 如果对于我们说人话 我们觉得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地方 也希望大家来指正 我觉得今天 如果一直用这种模糊焦点的方式来讨论事情 大家不会有交集 因为他就说 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承认 所有大家对于我们的指控吗 我们就要下跪道歉吗 你知道吗 用这样的语言 真的是无助于讨论 我没有叫你们要下跪道歉 我只是说 如果真的做错了 那就道歉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道歉真的是不会死人的 道歉 其实很多时候 就会让大家觉得 说你们是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特别有的时候 在公关危机里面 你道歉都是会让人家 感觉到你是一种谦卑的态度 有时候道歉 也是为了让事情更加的完满 包括最近DJ彤彤的事情 或者是以前 最红的男主持人 被人家讲什么他骂脏话 你知道吗 都是又花了很多的力气 然后一直在圆 一直在圆 然后一直在 因为用很多的社会资源 然后用很多的 包括法律资源 就是不想要承认自己有做错 所以我就觉得说 道歉真的这么难吗 我们去看台湾 台湾总统选举刚过 很多立委没有办法连任 民进党的立委就讲说 抱歉我们做的不够好 但是如果是马来西亚 绿朝 No 尤其人是别人的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 但是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先不讲道歉 你到底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错误 你反思没有 然后你道歉 你就觉得你要下规 我不懂他活在哪个年代 我不懂为什么道歉一定要下规 我觉得大家用很活在那种非常老的时代 就觉得说 我道歉等于我做错 不是 我觉得道歉是反思 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一些部分 你做的不够好 你要加强 如果今天是一直讲说 你要我们道歉 难道你要我死吗 你要我跪下来吗 bullshit 道歉就是道歉 我做错了 可能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够好 我们再来加强 谢谢大家的指教 很难吗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 在你们还没有在人家的视频下面留言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先PM 先跟他沟通 是吧 有啦 就是昨天有些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有一个媒体界的算是资深的前辈啦 他就说哎呀 大家好来好去嘛 有什么事情就私底下输一声 大家一起改进就好了嘛 不需要什么东西都拿到台面上面来讲 撕破脸 我承认啦 其实当下看到的时候 之所以会在公开的台面上面去批评 是因为真的当下也是有情绪 那我觉得如果我的情绪 有让你们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我道歉 真的 但是我觉得 要不要私底下讲这件事情 我认为如果今天我们是透过私底下去讲的话 他根本不会鸟我们 因为我们真的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我举个例子 就是Melody FM 做了一个节目 然后他是讨论HIV 他用广东话说是什么 艾滋的代菌者 代菌者 但拜托 艾滋是一个病毒 不是细菌 你为什么讲说是代菌者呢 我不止一次在下面留言 请他们更正 然后也有很多的同志族群 甚至有医师在下面指出他们的错误 他们完全不回复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 我们私底下PM有用吗 就是我们都已经在公开的场合上面 来指出你们的错误 你们还要一直不断的狡辩的时候 你觉得私底下他们会理我们吗 我不知道啦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 第一 不能用PM的方式 要么就是那个媒体平台 他有一个投诉管道 因为PM他会消失 在台湾的媒体 他每一个平台 每一个媒体都有一个投诉管道 你觉得这个报道有问题 你可以透过那个投诉平台 那个平台 他并不是给制作人 他是那个公司会有一个自己的单位 马来西亚没有嘛 那你没有的情况之下 PM如果还没有办法处理问题 那我只好带上去 为什么 OK 我讲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只有我跟黄仁杰在留言 就是我们两个人是搞习惯 那今天不是 今天是有越来越多人认为是不妥的 那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去检讨 我们不用检讨很严肃 我们去想 我们是不是在一些字眼 思考思考 是不是有用的不恰当 那我们来修 我们下次注意 但今天没有 今天就是一直把东西丢给大家 有啦有啦 他有把变性人后来变成跨性别人 但是如果今天没有 心不甘不情不愿的 对啊 然后他还在拗说 其实变性人并没有不妥 没有 他讲说 他讲说 人要才是被定义为是贬义词 变性人没有 不要跟我deal那个东西 OK 我要再 我要再讲一件事情 外劳大家也可以讲吗 为什么越来越多进步的国家 他不用外劳 他用移工 难道我们讲说 哎 你们这种多事的 为什么去改那个字 你们政治正确啦 对 政治正确去碾压别人 矫枉过正 矫枉过正 对 其实这个社会需要的是 要有更多正确的东西 如果没有正确的东西 就被这种自以为有流量的人 把所有字都倒反过来 还需要学术界吗 就不需要吗 所以回到一个点 其实大家都要有那种 思辨或者是思考的能力 我认为我们可能不要冲 但是我即使到现在 我还是认为 我还是会做回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身边有太多这种朋友 他们被忽视 他们被欺负 那谁帮他们讲话 他们也不能公开 我作为媒体人跟时评人 我讲这件事情 是希望整个环境变好 对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个 我们需要有探讨的空间 我跟Isaic可能我们很冲什么 但是请问 如果他们坚持 觉得他们没有问题 那我觉得也OK 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之后的每一支影片 如果有错 我还是会丢 因为它是有机构 就是如果你发现 以后的影片有问题的话 你还是会讲 我还是监督有力 因为我是监督每个人 我也希望大家监督 我也是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身为人 你有性别意识 你有人权民主的sense 我们觉得应该是要去讨论 更多东西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那我们就不应该办不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写信给 当选择 你要制度改革 不要全部东西拿出来讲 每一个东西 它需要有进步 它需要有更多讨论 才有那个空间 要有批评 要有讨论 要有交流 而且真的道歉 不是要你一定要下跪 或者是低声杀气 可能他们从小 道歉就是要下跪 但是我不需要 我觉得我不需要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 儿时创伤 我们只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通畅的交流 大家能够去听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角度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 这个有问题 那就是互相学习的开始 这样子媒体的环境 才会越来越好嘛 我觉得这样子 才是一个健康的 像台湾一样 谁做错事 不管是网红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总统也好 那你就要接受 大家的批评 你就要聆听 大家不同的 阶层的声音 不代表你做的事情 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说 你没有错啊 就好像下面 我看到很多观众觉得 这个访问 听了之后 对跨性别族群 有更深的认识了 谢谢有这样子的节目 I know 可是如果能够做得更好的话 能够做得更精致的话 Why not 其实我真的必须要说 对他们这个节目背后的 那一个原本的意图 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 身为一个男同志 非常谢谢他们做这个节目 我觉得他们的原意 他们的motiv是好的 这个必须要给他们比个赞 问题是后面的执行 后面的执行出了问题 所以导致你的美意 你的一番美意 它变成了一件 不是很美的事情 那我也必须要澄清说 我们其实提出这些问题 并没有负面的意图 并没有坏主义 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说 因为我们是有竞争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要贬低你们 像以前卢卡斯 他也是这样子认为我们 就是觉得说我们提出问题 就是要泼他们涨水 不是 我们真的希望说 马来西亚的自媒体 大家可以共胜共荣 大家可以一起 迎向回望的未来 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没有要去打压 或是贬低你们的意识 如果你们其他人都做得不好 我们也不会做得好的 因为自媒体就是这样 我们也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今天马来西亚自媒体 遇到的问题 就是大家 我们的观众都会说 哎呀马来西亚这些网红 自媒体就是没有水准 还是看台湾的就好了 我们真的要给我们 马来西亚的观众 持续抱持这样子的观念 跟态度吗 或者是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吗 桂圈好乱 其实我的心情是着急的 你知道吗 我的心情是着急 分铁不成钢啊 有一点啦 有一点啦 我很不想说这句话 但是确实我看到 X-Raw出來的主持人或艺人 就是我当然我不想 一族干打翻一船人 但是现在我看到好几个例子 包括DJ彤彤的例子都是这样子 就是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 说什么 没有啦 我不是小三啦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离婚了 然后后面被人家 巴出来说 其实你们早就在一起了 就是有重叠的时间 这件事情可能台湾听众不知道 你们要不要briefly的解释一下 如果想知道就上网自己去爬文啦 我觉得有点懒惰去讲这些事 他也懒着讲 对对对 就是你后来又被人家发现说 OK你其实是跟南方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跟原配友重叠的时间 然后南方还是要出来说 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彤彤在一起的时候 跟他已经分居了什么什么等等 已经没有感情了 对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回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网络上面有指控说 其实你就没有付赡养费嘛 然后你就是抛弃超康之期嘛 我觉得其实感情的问题真的是 清官难断价物事 我们也不能够去说谁对谁错 但是有些原则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到底你离婚了之后 有没有付赡养费的问题 是没有正面回复的 还有那当初这个原配支持你的事业的那一些 那些金钱上面的资源 你也是没有回应的 对不对 坦白讲我也当过人家小三 我就直接讲 我也不怕承认 我也不觉得说当人家小三 是什么样重大的道德瑕疵 因为感情的事情谁都说不清楚 但是你当人家小三也好 或者是你有婚外情也好 你有没有对你本来的那个家庭负责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对不对 你跟你的太太十多年 然后你剩下三个孩子 你有没有对这三个孩子负责 有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哎呀 清官难断交务事了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爱谁有讲一个东西 我非常不认同 他想说是什么原则性的东西 拜托 如果是原则的话 马哈迪跟安华就不会手握手啊 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 因为没有原则了 导致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原则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真的 我还是回到那件事情 就是有那么难吗 道歉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原则性 你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有让别人的家庭 让别人的小孩难过的话 就出来道歉 那可能道歉会造成 他的代言全部丢掉 然后造成经济损失 所以可能也很难道歉 你会道歉要跪下来 所以比较难一点 sorry 或许这件事情 可能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或者他们在离婚的一些 你知道吗 就是家产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不能道歉 他不能承认说 他是真的出轨了 或者是 有人会影响 他的这个离婚的判决的 这些决定 但是男方很像有道歉 很像男方他是有出来说 他婚姻处理的不好 他觉得很抱歉 通知就很帮 对啊 就给他掌声 但是这个女网红 他的这个嚣张的态度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做小三 也可以做得这么理所当然的 我不晓得 包括了像是西蒙 选的不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们做的不好 就像民进党一样 为什么国会会丢掉一半 就是做的不好啊 对啊 他们会谦卑的检讨啊 不是有说了吗 我觉得检不检讨还是其次啦 就是他们只好有道歉 你知道吗 身段放蛮软的 坦白说小芬你记得吗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一年还是两年里面 我们不是有访问那个流浪教师吗 就是在台湾学校 马来吉隆坡台湾学校 教书的那个老师 然后他被逼退 包括百灵国 就是那个德国海德堡事件 其实你问我们这些活在海外的华人 我们真的也觉得民进党做的真的很糟 就是在民进党主政的时期 我们就眼睁睁看到 有流浪教师在这边被欺负 然后住外单位居然是帮着台商 然后没有帮自己的国民 这个难道做的不糟吗 所以你问我的话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台湾选民很清醒啊 就是在这次总统大选 总统票为了国家的安全 是投给赖清德跟小美琴 但是政党票 大家爱投谁就投谁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对民进党 真的太失望了 就是要给他们一记的教训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 民进党赖清德 他们有出来称说 选的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好 我们要深刻检讨 我希望马来西亚 不管是政治人物 网红 公众人物 都有这样的胸襟 你真的做的不好 都有这样子的格调 对 刀哥欠真的不会死啦 这样子你才能够更值得选民们的respect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如果你不投他 他就跟你讲说 小芬你不投我 你就要穿短裤 你就不能穿短裤 那个是马来西亚啦 不能穿短裤 好啦我觉得 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东西嘛 还是回归到一个东西 就是到底 就是我们大家做错事情 我们到底敢不敢反思跟道歉嘛 嗯 我们从不管是 恶修 或到DJ彤彤 对 就是大家到底 那个 政治人物 那个状况是 是怎样 就是 当然我们也欢迎 听众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 你觉得道歉这个东西是 很重要 还是你觉得 只有我们在 跨大整件 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乎 其实大家都觉得 在马来西亚的文化里面 在我们的社会结构里面 国情 我们特殊的国情里头 其实是不应该道歉的 是我们误会了什么 是吗 可能道歉这个词 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 sorry 我觉得我很害怕 会不会回旋标 就会回旋打到我们自己 哪天我们出什么事情 很简单啊 那就道歉咯 好 那就从中学习 下一次你就不要再犯咯 我讲一个最近的 台湾的例子好了 范姐出来道歉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吗 因为范姐超义嘛 他们没有约到赖清德 然后她说 因为跟赖清德的团队 有讨论过 然后她觉得赖清德团队 只想要聊猫猫狗狗的事情 然后就很多人 就批评范姐嘛 要范姐道歉 后来她就真的道歉 但是范姐那个道歉 她是没有跪下来的 她的腰杆子很直 她是坐住 还没有站着 她是坐住 OK 没有 我说站着腰杆子很直 是一种形容 就是她说我道歉 我为了这个朝义道歉 但是我觉得 赖清德团队还是 应该要来跟我们 就是正面对决 要来跟我们进行讨论 她是不卑不亢的 那种仪器 像范姐这种 不卑不亢的道歉 也是道歉啊 也是OK啊 也是让大家感受到 她的诚意的 但确实后来 你看赖清德都不出来 针对政策来跟大家讨论 所以她就选得很糟啊 国会就没有过半啊 她的票就没有像 小英总统当初八百多万票 八百多万 对啊 空风扫落叶 是啊 可能也是小英总统当时的 这个时事下造的英雄 没有啦 就是香港的关系 也是 还有当然小英总统 她当然就是非常 懂得如何掳获年轻人的心 她那个文青卦的形象 小英总统也有道歉过啊 我觉得特质上 就是不管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他们只要在选举输了 就会有这个道歉的仪式 我用仪式啦 用仪式就是 哪里做的不够好 他们会有检讨报告 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检讨报告啊 可能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是他输了 他就直接讲 绿朝来了 绿朝来了 这个就是检讨报告 多简单啊 我很喜欢台湾的这个选举之后 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就是胜选的这些议员们 他们会出来 就扫接谢票 然后败选的 他们也会出来 来谢票 对 谢谢选民们 然后道歉 就是说 这次违背了大家的 对我的这个希望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然后我会检讨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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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很多的影片 是很多的这一些候选人 是这样子的 对他们的选民来负责的 which我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赞叹 跟非常的respect 他们有这样子 拿得起放得下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时候 民进党不是 中央党部不是出现 那个性贫事件吗 就是性骚扰事件 me too me too事件 即使蔡英文 也为这一次的me too事件 三度道歉 那如果大家去思考说 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公正党 或者是行动党 所有马来西亚政党里面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呢 就像小芬讲的 就会把责任 推在女生身上 对 不管 除了太暴露啊 去怎么样去诱惑到 这些男性啊 或者是尽量把这件事情 压下来 或者是把它盖掉 就不道歉 很像郑峰知道一些内幕嘛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不用想太多了 你不要在这边跟我 你明明跟我讲了很多事情 你现在又不敢讲 我怕有法律 没有啦 没有啦 哪里有 你不要讲政党的名字吧 你就讲事件本身就好啦 你不要指名道歉啊 OK 我知道说就是可能在政党 它有发生一些性骚扰 所谓的性骚扰是非常浅的性骚扰 为什么我用非常浅 它就是只是摸摸小手啊 这种 在马来西亚人是比较浅 因为他讲说 我觉得这个不关大小 对 可是马来西亚人就会讲说 哎哟 OK好啦 就只是摸个小手而已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到最后的 你是男生 那你等一下摸一下鼓鼓 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啊 还是停留在这种的 老旧的观念 当然到最后那个结果 就是用赔钱啊 可能就是 哎呀我给你 给你一几百块喝茶 你就原谅我这样子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性骚扰是正常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政党也不敢面对啦 OK啊 我要先讲 它没有对跟错 只不过是在 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要怎么去让 更多性贫义事起来 让更多人愿意出来讲话 因为只要有人敢报这个东西 它就会是那种 连欢连哨船的概念 它会有更多团体一起出来 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 就是性贫课题很重要 大家不要忽视 就是这样 对 即便你是一个小致 一个万人订阅的网红也好 你也是有责任的 在性贫的教育这一块 OK 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小咖 你是小虾米 你不需要做了这么的 把这个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不能够这么说的 因为可能很多小朋友 是很喜欢你的 这个大哥哥大姐姐 温暖的形象的 所以希望你输出的内容 是对他们是有帮助 而不是让性别平等 这个意识呢 是一直在倒退 然后一直是没有进步的 which is 马来西亚现在的状况 嗯 好啦 大家加油啦 我最后还是想讲说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不好的意图啦 也不是为了要打压大家 还是什么 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变好 这样子好不好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愿望 真的很卑微啊 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在讨论道歉而已 我们根本都没有讨论到说 那后面道歉之后要怎么开心 你知道吗 你是希望道歉 但是我自己就希望说 希望大家听了这个节目 可以去了解更多性别平等 或者是媒体 性别意识 或者是媒体试读啊 就是可能他用错字这种 就是他每个东西都很重要 我也希望媒体工作者 对于性别议题 可以认真一点做一下功课 要多点自我要求啦 上网找一下资料 不会英文可以看中文 不会看中文可以看马来文 就是不要一直每天刷小红书 就是这样 小红书堂枪 我觉得小芬刚才讲的很好啦 就是说 性别议题真的是很重要 然后希望就是自媒体人 可以去带动 然后去散播更多正确的这种讯息 然后我也期待说 我们马来西亚的主持人 不要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自我感觉很良好 不做准备 然后大家就是现场见 临场发挥 然后流量大于一切 把流量当成一个什么 什么胜利的密码这样子 流量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 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功夫 该写的提纲就要写 该做的功课就是要做 不要觉得说 我只是一个娱乐节目 我只是一个聊天节目 就可以不做功课 就可以不写提纲 我觉得我必须说啦 我真的是在这里七年多 然后带过很多主持人 大家都在千方百计的小聪明 用各种各样的小聪明 希望可以不要写提纲 我必须说 写提纲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你在做功课的事 我也是这么先 对不对 为你的思想 为你的资料库 增加很多可以用的资料的 然后你在做research的时候 你就发现 又有新大陆 你会认识到一个新的东西 你又可以发现说 我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 或者是那样问 然后你在修改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把它 一定要去享受那个过程 不要觉得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OK 是 在这里跟大家共免资 希望大家不会觉得 这一期节目 我们不要你老迈老 大家不要这么的分世技术 大家不要这么的生气 好啦 我们就说教说到这里了 再说下去 人家就要更讨厌我们了 你知道每次我们说教 我们的订阅就被推定 各位数了 但是人家就会讨厌我们 但是我们的收听率还是高的 就几弯吧 好像是 就越来越高 我也就是 还是会有很多朋友私讯说 你们说的真好 我就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自我感觉很好的心理人 好啦 赢老卖老三个人要退下了 Bye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